小贝贝 好大个猫啊 哇 这是贝贝 以前在美国混的 美国海龟 手感 好粗糙 好了 酸奶按开机 咦 酸奶 来 给各位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打个招呼 他不知道这个看哪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鞋底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呢 是到了四川的 雅安的避风峡景区 这边呢是下着雨加雪 我们都穿冲锋衣的问题不大 酸奶呢弄了一个 小小的雨衣 好了 准备买票进圆 避风峡这边啊 经常下雨啊 大家倒是自备雨衣啊 这边卖就是个十块八块的 反正怎么谈都可以 我觉得二十块钱都能买四价了 我们呢是在网上买的票啊 在这边领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这门票呢它分两种啊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说野生动物园的成人是一百八十块钱啊 然后生态峡谷景区的是一百块钱 我们家呢是买的一百块钱一味的啊 就是去看熊猫的 不是说是去野生动物园喂动物的 酸奶呢是免票 在这坐大巴车进去 这就是观光车啊 哎 还不错还不错啊 看一下怎么坐的 出发了出发了 出发了 坐的这个车啊 还是横着坐的这个 野生动物喂动物的那个吧 是吧 坐个车也不容易 酸奶 看熊猫 看熊猫 三奶早上起来没有读书 眼神空洞 今天早上怎么没有叫我学习啊这个 对 这里边啊还是有点冷的啊 现在虽然说开春了 刚才好像下了点雨加雪 下去了下去了 你看都穿的雨衣啊 大家记得备好雨衣 车也就是坐个十分钟不到啊 现在呢往下一走 先看熊猫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亚安基地啊 在这里 好了 我们准备进去了 二十块钱啊 观光车票来回的啊 好了好了出发了 看他出来没有 好的 就看熊猫出不出来是吧 好冷啊 好了好了 我们先从这个海龟馆看一下啊 这叫林冰 从泰国清迈回来的 09年出生啊 清迈 清迈我经常去 有点远啊 这个 太远了太远了 太远了 他要回去了吧 他要 哦哦 人家 进去了 这边的这个空气是真好啊 满满满的富氧栗子啊 酸奶就是喜欢爬楼梯 嗯 等他长大了以后 给他一个华山的机会 呵呵呵 让他借了这个爱好 他叫贝贝 好大根猫 哇 这是贝贝 以前在美国混的 什么 美国海龟 哇 哇哇哇 最搞笑的这个相机居然设定的是肖像模式 吃竹笋 好清脆啊 酸奶这眼睛都直了 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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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贝贝贝贝 挺好挺好 上一次我们到那个成都那边 我们都没怎么近距离的看到熊猫 对 你看这边多舒服 直接表演吃 新鲜竹笋 这么新鲜的竹笋我都没吃过 你跟人家是一个等级的吗 应该不算 瑶曼 这是09年出生在亚安基地的 也在吃早餐 看熊猫一定要早上早点来啊 熊猫是 大青岛的觅食 这个是给我们表演吃竹子 看到没有 这熊猫09年出生的 十几岁了 看一些 这是竹子 这熊猫这个牙是真可以 三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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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 三奶 嘿嘿嘿 这小孩啊 就是想看熊猫啊 看动物啊 好了 我们继续下一站 这个票是一站一站的可以做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一个人才20块钱 这边是熊猫基地的 你看这个摄影师 这设备架在这儿 专门为了拍这边的三只熊猫 这三只熊猫 是三胞胎吗 还是双胞胎 在这儿 看一下啊 还有一只呢 一人扛了根棍儿 熊猫吃竹子 酸奶也吃点东西啊 酸奶给熊猫吃吗 他这个牙齿啊 都长出来了 他现在吃东西能力很厉害了 嗯嗯嗯 来 跳舞啊 酸奶 酸奶在跳舞 酸奶在跳舞 有没音乐你说跳不来 我现在啊 是越来越习惯使用这个设备了 因为只要开了这个动态增强模式 走路什么的就不会抖了 好 好了 下一站下一站 继续出发继续出发 还好我们穿的都比较厚啊 不然是真的冷啊 再小份儿摆上 嗖嗖的 嗖嗖的 治治愿远之家 熊猫侠 看一下 看下这是谁呀 躺在这里的呀 福林福涛两位啊 一个是此姓一个是雄姓 是19年出生的 它俩应该是吃过早饭了 现在开始睡觉了 这个生活是舒服 大熊猫真的很懒吗 事实上野外的大熊猫 每天平均活动时间14个小时 比我们都久啊 这边的熊猫应该不少 但是营业的不一定多呀 从前为止你看我们看到的熊猫 这还有一只 它有的时候它不出来 然后或者是出来以后 你看就像这样子的 躺在那儿 几乎是不怎么动的 过了饭点了 这就是刚出生的熊猫幼崽 只有80至180克 然后过了几个月 就这样啊 一块学习一下 然后这是多少天 30天吗 30天就能分出黑白了 这是45天 哇45天是真好看 熊猫我公摸着就是个 几个月的时候 这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心目中理想心 就这样 最闷最可爱的时候 这是智智还是月月呀 那也分不清呀 至少它还动了一下 哎呀 你能不能靠近一点呢 哎哎哎哎 哇哇哇 跑险了 哎呀 走两步 走两步 对 这个还动一动呢 大熊猫能听到 比我们更多的声音 听力这么好吗 结束了 结束了 就是它这边规模 可能没有 成都那边那个大 感觉 反正所有的点我都去了 所有能看到的熊猫我都拍了 但是我就在想 有没有能看到那种就是特别小的那种 就是几个月大的小熊猫的地儿 这样子 大熊猫 从大时起 大熊猫 这个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用它明特的魅力 征服了全世界 大熊猫 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目前有 四川 陕西 甘肃 哦 四川那边有 卧龙神树瓶基地 青城山 都江印那边的基地 这边还有一个核桃瓶基地 还有避风霞 这是大熊猫的骨骼啊 一块儿学习一下 大熊猫的鸡肉分布 这是大熊猫的运营箱啊 这个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见过 这里头肯定是没有真的大熊猫 放了个模型啊 摸一摸大熊猫的毛皮 看一下啊 这边还真的是有啊 还可以摸一下 这手感 好粗糙 这个 这个 这个鞋蛮厚的 挺硬的 护甲一样的 我真的好硬啊 闻一闻 大熊猫的分辨 野生大熊猫 每日排辨 10至20公斤 这也太夸张了吧 嗯 好了 闻一闻 闻一闻啊 这个好可爱啊 吐舌头 大熊猫 每年啊 要给我们带来不少外汇的 大熊猫 主要生活在这个秦岭区域 还有大小巷岭区域 琼来山 闽山 这是陕西那边大熊猫生活的区域啊 绿色标注出来的啊 这边呢 还有点 甘肃区域啊 你看有文县那边 就是九寨沟 有没有人去九寨沟旅游 看见过熊猫啊 主要都生活在我们四川这边 你看 哇 好大一片呢 所以说大家要保护好野生大熊猫啊 我在亚安嘛 在这边 你看这 都是大熊猫生活的区域啊 汉原我去过 石棉也去过 看一下 缅宁也去过 西昌 也去了 我们今天 下午吧 就到西昌去玩 我们这儿还有一只 人形大熊猫 吃了个葡萄塞在嘴里 哎呦 哎呦 酸奶 好不好玩 好不好玩 吃葡萄呢 你在说啥 吃多了 吃东西的时候别人跟他说话 呵呵呵呵 你还跟人家说话 玩直接跳舞 好好好 这比大熊猫还难养啊 这个 我们现在要继续出发 去峡谷景区徒步 溜达溜达 100块钱门票 包括两个点 一个是看熊猫 还有一个就是逛峡谷 我们可能选择 就是比较短途的那个线路了 避风峡 峡谷景区 这个要走多久啊 2.5公里 我们就选择的是 这条2.5公里长的 差不多一个小时 就搞定了 我估计我们就下到谷底 看一下那个瀑布 就上来得了 也别跑2.5公里了 是不是就转一圈 看什么瀑布 这个不会也是一个小瀑布吧 反正水量一般般 还没到季节呢 峡谷里边还是蛮幽静的 走一走好了 可能没有到雨近呢 现在这个雨量不行 这沟里都没水 飞参观局 这里边谁 盖了一个房子 这边还有一座女娲娘娘的庙 就在这个峡谷里边 看一下 女娲祠 女娲娘娘 继续往前走啊 庙就不进去了 到了吗 瀑布啊 水量都不够啊 就是没有到那种 汛漆吧 应该是 哦 坐到电梯 有个中心 1400米 那可以可以可以 青龙潭瀑布 还有200多米了 这边先再验个票 刷一下 你过 你过去就会吧 好好好 成人跳一张 请记 好 带个这种小朋友出来 就麻烦就在这 哎呀 等会儿我开始抱了 算算是现在 估计有点困了是不是 好了 舅舅开始抱了啊 走 这边还是比较麻烦的 带个小孩 因为他有的地方是很 哎呀 很低 对对对 这才是青龙潭瀑布啊 高内这个 迷惑我的 这个还像个瀑布吗 是吧 这个潭也像个潭嘛 是不是 但是现在不让靠近潭边 古侠小说里啊 不少高人都在这样的地方修炼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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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 这儿 小心老口 小心老口哟 哎呀 这舅舅当的不容易 抱了差不多小两公里啊 总算是走到了游客中心这边这个电梯了 坐个电梯啊 我们就这上去了 哎 这设计还可以啊 省了不少事啊 哎哎哎哎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这 人小还喜欢打个大伞 这峡谷里的景色 确实不错 就是肚子有点饿 过一会儿呢 赶紧的吃点东西 哎呀 总算是到头了 用门票 直接信 在这个电梯啊 这电梯这么厉害吗 从90多开始下 哇 这一次性下午 哈哈 哈哈 它只有一楼和二楼 你就点个二楼就行了 呵呵 算了 这只要给个奶嘴 不吵不闹 哎困了 对 有点困了 对 他主要是 该休息了 哎 开了开了开了 哦哦好 等一下 我们先出去啊 哦 出去了 哎呦 哎呀 哎呀 算了 哎呀 哈哈 哭闹得要睡觉了 快到了快到了啊 哎呀 累死我了 这个爬的 再多点这个工程款嘛 把这个电梯修上来嘛 啊 青云梯啊 哎呀 嘿嘿嘿 嘿嘿嘿 刚才说我困了 我困了 我要喝奶睡觉了 不应该用奶睡觉了 这里抱着啊 哎呀 这带个小孩出门啊 确实累了 拜拜 说拜拜 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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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